我 百货公司总裁 百货公司在我的哭心经营下 业绩如日中天 名声如雷贯耳 但是 我早已厌倦了这样的生活 我要去云游四海 阳光 沙滩 美酒 我要享受生活 所以我要去找脑力战 体力棒 平常高 体味好的 金银权技术 现在又有两个王柴部门 只要你们听到我的考核 就能获得金银权 好 再来下一任总裁 归请你们 有请市场部的金银们 有请 企划部的乔丑们 我们市场部的金银人 汉通 铁卷 吴冷 王家 陈丰宇 我们企划部的乔丑有 维家 无心 纯随东 李信 行张灵 欢迎各位来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音 我们是 快乐家族 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百货 我们这边蓝色的精英 就是我们的市场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这边白衣飘飘的年代 就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企划部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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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哪个部门都忘了 我们这个韩国生意特别好 生意好到我们的老板 放飞自我出去旅游 他要寻找他想要的生活 留下这个烂摊子 我们两个部门 留下这个好摊子 我们两个部门 要争夺百货的经营权 你们有什么优势呢 我只能说 我们的优势也就是帅嘛 哇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呢 介绍一下我们市场部的副部长 也是我们这个团队当中 最不重要的一个人 海涛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是帅妈的妈 谢谢大家 哈哈哈哈 海涛你脱尿外套可以加入我们部门 是吧 我其实是 哎 哈哈 好了 另外呢 我们市场部还有我们的越长越高的吴蕾同学 欢迎吴蕾 大家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歌手王家尔 大家好 好 大家注意到 那边还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年轻人 我们的陈飞宇 欢迎 大家好 飞宇脱掉外套可以加入我们这个部门 不要老是挖我们的人 哈哈哈哈 来 介绍一下你们企划部吧 好不好 这样我先介绍我们副部长吧 副部长吴蕾 但是我说了 哈哈 好了 其他的 因为既然我们是企划部嘛 是 所以我建议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OK OK 好不好 好的 来 首先是 呃来 陈学东同学 好久没来了 我是在企划部工作了十年 这是第十年的陈学东 哈哈哈哈 这是我第十次了 大同学 哈哈 我的老员工 第十次了 你也第十次了 哇 好 东东来每次来都穿毛衣 哈哈 老干部身体虚 哈哈 那我今天带来跟线来 你知道我特别想把你给放了你知道吗 哈哈 像一个风筝一样 好 下面是我们的和神 欢迎 哇 大家好 我是企划部的李线 关脸 到什么乱啊 没看到我的脸 闭气吗 啊 今天我新见到李线就说 哎呀我最近看了你那部剧很好看的叫河豚 哈哈 哈哈 这有没有中毒啊 有没有中毒 只能说这部剧有毒啊 哈哈 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八王爷第一次来大本营 给我们欢迎邢昭林 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企划部的八王爷 邢昭林 光宿八王 今日王妃所受 本王定加倍奉还 现在最热的两部剧啊 那个和神 双式 宠妃都在你们组 对啊 还好我们这边也不输 我们这边有 有帅妈的妈妈 哈哈 你们那边的优势是帅吗 我们这边的优势是颜值和年轻 以及身高 我们平均身高一米八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这边的优势除了颜值 身高 帅气 我们还有一个特色 因为企划部 我们是紧跟潮流的部门 怎么能证明你的紧跟 所以我们这个部门 很多人都关注现在线上流行的一些APP 我才是APP达人 我不是说出一个我不知道的APP 李线快抛出一个让他们不知道的APP 直客APP 我知道啊 啊 你在用啊 现在年轻都要用的直客 对 因为它其实是什么一些 想新鲜的一些资讯热门的一些新闻 我们都是直接可以滑滑滑就能全部能看见 包罗玩项 所以还比较多一个选择 不是 它最重要的是它能把所有的你感兴趣的内容 根据大数据统计整理成一个主题 所以你就不用花时间去找 你点进这个主题 你感兴趣的东西全部帮你打包好 还是我懂 你来我们部门吗 哈哈 对 这个我 不是我 我在这个软件里面也有过 但是 我最喜欢它里面有一个主题是今天有什么好笑的 哦 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你知道比较搞笑的人 有气的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它里面的一些一些文章啊 一些视频啊就是特别好笑 然后最新的那种段子都在里面 那除了今天有什么好笑的 献哥你知不知道他有个热门表情包竞选 对 就是你跟别人斗表情的时候 斗 我微信一定不会输 一定不会输 我喜欢一个功能就比较隐藏 叫做隐藏点赞的功能 就是你喜欢的人或喜欢的明星 你只要介入他的微博的名字 你就能暗中发现他对什么感兴趣 对什么点了赞 也就是他点赞的那一瞬间即刻通知你 你马上就通知到 你喜欢的吴欣为谁点赞了 是 对吧 商战无战场 哦 所以你要知己知彼 喜欢的人你要了解他的喜好 而且这么有趣的一个软件 它在你的手机里面内存才占到10兆 就是很小的一个内存就可以 就不卡机 就有这么多的功能 今天是这样 我们今天呢 首先会给每一个部门一定的股份 股份大作战 游戏规则 两个部门各拥有50%的原始股份 游戏开始前 两队进入密室为成员分配股份 每轮游戏结束 获胜的部门可以向裁判提问 获得提示 并根据提示 拿走对方任意人的股份 四轮游戏后 股份较多的部门将赢得经营权 现在 先来看一看他们如何分配原始股份的吧 我觉得东东可以给他赏一点 不要 我就不要他 我是个穷股东 没有股份的 不是 你隐藏 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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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变多的 我觉得要给王嘉尔放零分 因为他们觉得王嘉尔身上一定有分 对不对 一定有分 他们就是反逻辑 大家一般会给我百分之五 百分之零吗 然后结果其实你把最多的压到我这儿的话 他其实他不会跟我换吗 他们怎么觉得我们会反 我觉得现在就是把分数全放在我身上 what 去偷看一下 去偷看一下 小萱 杜海 小小年你也能这样 来吧 来吧 对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经营权争夺大战现在开始 大家知道一个好的经营者要有好的头脑 所以接下来第一关呢 我们要进入一个猜测游戏来考验一下 各位的头脑 脑力测试 游戏规则 每对每轮派出两人参加 一人负责提示 一人负责答题 每轮题目有一个胜利词和一个危险词 猜到胜利词得一分 达到危险词对方击一分 并接受砸锅惩罚 经过激烈讨论 市长部决定派出吴磊提示 海涛答题 企划不择由陈确东提示 吴欣答题 市长部首先获得说明权 究竟哪个部门脑力更强呢 我也特别开心可以跟吴欣在商场上 再次相见 现在不要管相见吴欣 你要跟吴蕾你们俩要沟通一下默契 懂懂懂 你们之前有过任何的刮 那个 刮歌吗 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哈哈 东东你觉得你跟吴欣会有默契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哈哈 哈哈 好来第一题请看 四个字 后俩 睡觉 常年失眠 哈哈 在这问诊吗 怎么才有这个困扰 哈哈 你是在问诊 我知道答案了 你能说一个 我是这个症状 你看你看他说的那个词记住啊 中看不中用 久卧不起 久卧不起 哈哈 哈哈 我是这个症状 我可以跟你们俩回说一下 你们俩现在的方向 完全愚蠢不对麻醉 我生不如死已经到嘴边了 对对对 不是形容这个方向的 这是什么 睡觉 他说了睡觉 这肯定不是睡觉对不对 他刚刚说了睡觉 手 手 哎呀我的妈 我都说后俩了 手 后俩 不是手 你投靠的是 是手 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 头靠的是啥 耳朵是啥 耳朵是啥 手 哎呀 现在那个东西没在这 我用手假装 枕头 什么枕头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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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他当机器 第二个字是什么 一 来 羞害枕头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走 哎呦我的天 第一局 第一局 企划部拿下第一分 企划部决定派出理线提示 维加答题 而市长部最欧何老师提示 王家尔答题 市长部首先获得说明权 交进 谁能更赦一球呢 王家尔不要紧张 没有那么难 好不好 王家尔不要紧张 来我们看一下题目是什么 等一下我不确定王家尔知道这个东西 不要无视我的中文 我们可以试一下古代乐器 古针几个字 两个字 对了吗 不是这个东西 但是你再想想有什么别的啊 首先它是一个古代乐器是吧 其次它的谐音呢 也是一种水果 这个还挺巧妙的 五四 五四 三二 我以为你知道了呢 你站在倒计时 没事可以伺候一下 谁是哪一种水果呢 哈哈 哎到我了到我了 主持人 主持人他时间到了 最后三秒啊 最后随便说一个 三 二 一随便来一个水果 到了 时间到了 好 王家 我们咳嗽的时候 我们喝什么糕 培 哈哈 哈哈 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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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呀 呀 呀 另一个是吉他 哇 我的生活还可以啊 哎 佳儿 你告诉我皮帕是什么 咳嗽吃的 哈哈 哈哈 那么大一个吃的 哎 第一反应是那个 他第一个是反应的是那个 香港 那个广东话台医 哎 哦 好 这一轮换你们先好不好 谢哥换你先 呃 好啊 我的妈 这个每年 NBA 都会选 什么 大哥 星秀 有点接近 但是不对 嗯 不认不认识 你 这是成语对不对 不是 好 是一个 词 两个字的词 比武赢了 比武 赢了的人 比武赢了不是冠军吗 赢了不就冠军了吗 现在是 对啊 但是那是现代的说法 对不对 古代的说法是 哦 状元 哎呀 哎呀 万万没想到 在王家尔的超常发挥下 市场部连得两分 企划部在略逊一筹的情况下 决定派出行招林提示 理线答题 市场部乘胜追击 派出陈飞宇提示 吴磊答题 究竟谁能拿下脑力比拼的胜利呢 好 出题 哦 难了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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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第一 接兄弟 好聪明啊 九月九日 益山东兄弟 我跟你说 坐在那整个人 他上句话 他还有一个字一样 三 二 一 呃 呃 呃 胡思海 啊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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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我一个被赫神脑子在水里泡泼 哈哈哈哈哈哈哈 啊 哎哟 哦对要承拔一下 来下一题 要不要换 来你们换 Pad 来 虿 让他承 哦 难 呼 妙杀妙杀 这个词的确比较简单的 这个主要书在我身头剪刀过书 好来最后一题了啊 一起长大 什么一起长大 但很危险啊 快来快来快来加油加油 5 4 3 快 2 说一个吧没事 来 引狼入室引狼入室 哈哈哈哈 我的妈呀 一起长 哎让你随便说一个就随便说一个 啊 一起长大叫引狼入室啊 不过他说一个很危险 他的危险是要你别踩到危险词 很容易踩错 来小蕾来 第一 第二 还能这么晚 就说一个小蕾你就说一个 什么多少关键点 好的第二 第一个词 没有第一个词是 我的话 两情相悦 两情相悦 不对不对 好好来 他刚才一个词说对了 第二个字是 大的凡一词 这还穿不出来 准备一会了 照顶照顶 快 两小无猜 哎呀 哎呀 市场部凭借吴磊和陈飞宇的超强配合 拿下脑力测试 同时获得一个向导演提问股份分配的机会 吴磊的股份比吴欣的多吗 不是 吴磊的股份究竟是多少呢 经过集体讨论 市场部决定收入无薪的股份 星星点灯 照亮我们的 照亮我们的虔诚 Ladies and the gentlemen 看一下看一下 是这样的一个 呜 市场部获得15%的股份 现在场上比分为 完了 反套路了 我们确保接下来的游戏引擎 其实就没问题 没关系 好 刚才是头脑 接下来进入体魄方面的考验 按照梦想慢慢生活 大背影 现在继续 请不吴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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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ighting a child like a diamond oh lord oh lord i truly feel blessed been trapped in it said so long but now i feel blessed i'll break rules like brick walls be single spit fire like flame tools then burn it up money or fame and don't defy me ain't nobody give up by the rule that's what i do the system is a problem it made a new me king of my freedom nothing brought by me all they get about is profanatic do see me h so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ll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they'll try to kill my vine now i follow me team wang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living feeling like a classic papillon team wang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one two everybody sing then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i-i-i-ith-i-i-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 feel like a popi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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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ight it i've just like a diamond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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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I'm feeling like I'm by B.O.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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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hting or shine like a diamond This is me Team Wang was good 欢迎各位回到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家族 今天我们两个部门呢 这个市场部和企划部来争夺经营权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体魄的考验 那接下来我们要派出的一位朋友呢 跟我们场上有些人是熟悉的 因为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武术指导 而且呢有过很多大片 都是出自他的这个创作 我们接下来就欢迎秦鹏飞老师 欢迎 好 老师好 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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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首先我们请那个 那就是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叫秦鹏飞 来自河北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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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术指导秦鹏飞 我刚才刚11岁吧应该 哦 OK 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很难的考验 在这之前我们稍微暖身一下 那飞哥你先说说看 谁先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尝试 因为我对李倩跟吴磊比较了解 哦 他们两个我想让他们试一个这个上钢 对 你跑上去然后给我翻下来 然后摔在上面 背落地吗 头落地 那这样好了 我们先请飞哥自己来示范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来 好 帅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 你是要我做这个啊 啊 好 我们 稍等稍等稍等 稍等两位 等一下我帮你们叫车 哈哈 吴磊可以吗 好 来 吴磊先来注意安全 吴磊 加油 啊 就 哦 你你一定可以的 没关系 慢慢来慢慢来 好 因为合作过所以呢 我们这就知道 他们的基础 哇 几乎一模一样 小心啊 小心啊 哦 哇 是帅的 是帅的 帅帅帅 真的真的 这个是好看的 但吴磊好像刚才我看 你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不对 这方面的练习 对对对 你九月底是不是有个电影要上了 你要动吗 是是是是 来 9月30号 极致追击 对我饰演电影马上全国上映了 哇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谢谢 好 那接下来那个飞哥你能不能教我们 比如说那个 加尔和海涛套套招好不好 好啊 可以啊 在电影电视剧中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精彩绝伦的打斗场面 这些动作都是吴磊之道清新设计过的套招 今天飞哥会告诉我们几个简单的单人打斗套招动作 哇 这个是 海涛和王嘉尔能挑战成功吗 你先来 你先没有台词 你自己可以有点放狠话什么之类的 放狠话了 好 我要打你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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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再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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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刚才那个莫名的抚摸是什么意思 不是啊 不是要把他按倒吗 打出感情 哈哈 感情细 突然 撒的 撒过车 突然慌了 下不去手 没事没事没事 好 来 加加加来 来玩家 你也有帅气的台词 好不好 来 Action 嗯 哈哈哈 我帮你啊 我帮你啊 哇 Action 你敢碰我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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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来自妈妈 因为不想人家碰我家人 不想别人碰家人 好 那接下来 飞雨 然后招脸 能不能稍微有一点 就是其他的招数可以套一下 可以 可以啊 我让他们 就是同时连续地打两招 太好了 接下来的难度升级 一人连续打到两人套招 先用手挡住第一人的踢腿 在先后挡住对方的挥拳 然后借力打力 把两人摔出去 哇 哇 年轻的朋友 你们学会了吗 飞雨你其实有在练动作这些吗 对 最近就在练一些动作方面的展示 他可以的 他可以的 我们试试 吴雷 现在说的很轻描 但是是不是 好 来我们飞雨试试看 好 各位 这个兄弟上来 也是叹了口气的 哈哈 飞雨给我采访一下他 你叫什么名字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孟绍奎 他有什么好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许帅 对好 谢谢 好 两位加油啊 来 好 剧手 最近就在练一下动作方面的 开始 加油 啊 哇哇哇 哎 哇哇哇 哎哎给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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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这就是你知道那你不能总是中原点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 飞宇转过来以后还吐了一下舌头 五额惊奇 没有飞宇最神奇的是 不但把他俩的手缠在一起 自己说这看一句了 是不是 我要自己手缠 缠一句 琢磨半天这怎么 哈哈哈 随不了 把自己给绕了一边 对太有意思了 赵灵会了吗 赵灵来一个 我们最佳陪练了 在这边 来一位 一二三 好 好 好 帅小带 好棒 好棒哦 八王爷 是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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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很多点 是不是 好像比我帅 而且他有一点 就是他有一个停顿 我以为他忘动作 但其实他是在蓄力 对 而且那个还蛮帅的 寸劲 你看这个武术上的操招 是非常的有趣的 但是接下来我们的考验分队 同样是赢的那一队 可以换到对方的股份 体能考验 游戏高则 比赛贡三了 每轮每队各派一人 进行一对一的对决 才与者必须根据 动作导演的指导 在一定的剧情内 帅气地完成 从助跑 踩箱 穿过小窗的一线的动作 由动作导演进行专入评定 表现更好的队友获胜 接下来进入到两队的帅气对决 第一段叫不小心被反锁在家 维加你派谁 我们派陈学东 你需要情景区吗 比如说有人跟你一起被反锁在家 谁啊 嘉哥被反锁在家 你帅气的 然后我要进去救他 对 家里着火了 好不好 着火是下一品 好 好 哈哈哈哈 预备 action 嘉哥我出去找你吗 拿钥匙 哈哈哈 帅的帅的 加油 陈学东加油 出去了吗 弟弟 还可以 哎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子吗 没样子 你为什么 哦 聪明 其实不用 不用助跑 聪明 不用助跑 嗯 起来进去就是 对 难度就在于要加这个助跑吗 要加 这样看着帅吗 是这样 因为刚才 东东刚才能做到但不够帅 好 那现在我们这个我们到我们这边了 飞哥看到 陈学东看到 看到了 我们这边首先要派出的是 吴雷 好 吴雷 你也是被反锁在家里 你要救谁 涛哥吧 海涛来 吴雷 你这个一定要把气货加紧了啊 加紧 然后你的膝盖想着撞自己下边磕 就能钻过去了 我真的会撞到的磕 吴雷 你是不是因为腿太长了 如果你不提气 就撞到的 就不感觉开想套了 对 飞哥 为什么刚才陈学东表演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提示 一直这么 对吴雷明显的偏心 就是这样的继续保持 哈哈哈哈 哇 好来 预备 开始 吴雷快来 舅客啊 我都 饿了 好帅啊 哥 我来陪你了 上一道闪电 现在应该是吴雷进到里面以后 好帅 现在应该是吴雷进到里面以后 抱起他的歌 我来陪你了 他飞出来了 厉害厉害厉害 来好样的吴雷 好 那那我都不用怕了 你问观众就知道谁了 好 这薛薛的不过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是1比0对不对 好 第二个情境 我们继续派人 佳佳你派谁 我们 佳哥 我们这一次是意外着火了 意外着火 我们派李线 好 我们派出舞台舞台新秀 陈飞 云 你跟谁 你跟谁 请进去 我和陈昭 家里谁 谁在哪 谁在 郭老师你在 我在是不是 你在家里 我是你的 是我的 舅舅 和舅舅 开玩 走起路来都有点舅舅了 舅舅 舅舅 我是 陈宏老师的哥哥 哥哥 好 首先是情景剧的部分 一杯 失火 开始 和晨 加轴火了 快来救我 哎呀 起火了 麦胜 Move it boy 哦 看来敍 看来秋秋秋一了 Move it boy 黑 哇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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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 来 这个交给飞一个为难了 这两个都非常的精彩 对 她们两个都很好 但是其实这次李宪做的是 比较完整的 因为那个 飞宇稍微坑坑了一点点 对 对 对 因为她小飞是 一个腿一个腿过了 她如果双腿一起过 肯定是没问题的 她腿那么长 她怎么样 你这个人 你腿也长了 欺负人 好 现在比分变了 双方进入到决胜局 决胜局的情景是 有人在里面遭遇了坏人的绑架 而这时候英雄要出来相救了 佳佳你们要派的是 赵玲 赵玲 好 赵玲 赵玲 谁在那边被绑架了 我觉得我压力好大 星星嘛 星星 星姐吧 被绑架了 来 准备了 预备 首先是情景剧 开始 我的天哪 爷爷绑架我 不准出去玩 天哪 爷爷不让我出去玩 不准 我就丢了 颜遥江丽 哎 哎哎呀哎呀 呃哎呀 WAY 龚 头磕到了吧 我 vad 你是看量的 上面那个头 你看这 它的头 它的下巴挂的 很上 少 你是用什么 kry到的 黑 symbol 兔底看到粉底有门 下巴 磕到这儿 磕到这儿是吧 这是行招里的发际线 在那个快乐大本营 留下了痕迹是不是 刚才行招林是因为 真的是下巴 对 下巴 为什么还是下巴 因为他身高不占优势 我们队派出身高 非常有优势的王佳儿 现在有人在里面被绑架了 谁被绑架了 你说谁被绑架了 我的队全部都被绑架了 全部都被绑架了 我 跳出来 我妈 我妈 我爸 我哥 然后我 那不是我们对的 那是我们对的 外婆 那是我们对的 外公 外婆 儿子 我们全家被霸王爷绑架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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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姓 general 神 doss 我去把他们绑架了 别撞墙 时代不尽就别救我们了 等会儿 你们还好吗 我们还可以 快来 八王爷要对我们下毒手了 妈 哎 妈 儿子你终于来了 好 我先来宣布 宣布 这次胜利的是张琳 耶 飞哥他连发际线都留在快乐 帮助我们来快乐啊 通过三轮帅气对决 维加队获得赢得对方股份的机会 在上一轮中 市场不抢走无心15%的股份 而本轮则有企划部获得提问机会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好吗 我觉得海涛肯定就是低的呢 海涛是零 我觉得有可能是零 最差 无蕾比海涛比无心要低 所以现在剩下的就是 是飞羽然后是佳佳还有何老师 王嘉尔的股份 对 比巴王爷的低吗 是的 企划部行赵琳的股份为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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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在排出股份低的吴磊 海涛王嘉尔后 企划部决定在何老师和陈飞宇中 进行挑选 我们来拿掉陈飞宇的股份 拿到我们这边 给你给你 自己来拿 自己来拿 应该是多的 拿自己拿 拿了个零 我们先开始 啊 是不是 太好 市场部获得15%的股份 先在场上股份持平 我们的股份回来了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 快乐家族 这个经营权的争夺进入到白热化 两个部门呢 要借我情商方面 进行一番较量 如果这个经营者情商不高的话 如何把握消费者的心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五位 我们的专业评审 是五位高颜值高学历的同学 欢迎的 欢迎 欢迎 首先呢 请大家来做自我介绍好不好 我们从王子甲先开始好吗 好 大家好 我是王子甲 来自武汉大学 今年读大三 Vivo 高才诚 V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马兴默 来自加州艺术学院 欢迎兴默 好 来 下面 大家好 我是大牛 然后来自河南 现在在北京现代语学院上学 好样的大牛 好 来 大家好 我是麦姿燕 现在就读于南京大学 是一名大四生 好 就这样吧 我们又见面了 我们部门有一个你的小迷弟 喜欢你很久 从奇葩大会 就一直喜欢你 大会 所以他觉得今天你来到节目 是他的福利 姿燕 我永远爱你 又是你啊 这位朋友又是你啊 不是 你记得看奇葩大会那会儿 我就说 柯老师 孩子不错啊 赤字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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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美 漂亮 漂亮 好 这是麦姿燕 好 下月一桃 来 哈喽 大家好 我叫王一桃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 哇 声乐剧 我给大家来一段美声的歌曲 你看我差点要提出要求 结果你资料费用 就是 来 好 来吧 快乐的悲 幸福的大悲 好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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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句里面的 自由风格吗 对 我第一部分 是要美声音乐 这是 这是花枪女高音 好 那么瘦 然后话筒离那么远 但是那个声音的穿透力 好 声音好棒 好厉害 我们五位女生都非常的有才华 等一下就由她们来评判 到底哪位男生的应答是最好的 情商考验 游戏规则 每对每轮各派两人参加 参与的四人 依次与一名女生 通过情景演绎的方式 回答一道情商测试题 四人全部回答文闭口 由梦想少女团投票 得票最多者 为自己对积一分 若出现两人同票 则两对各积一分 赢得更多积分的对获胜 第一轮 市场部派出海涛 王嘉尔 对战企划部陈学东 行招林 谁能脱颖而出 这位请注意啊 他们有标号对不对 1234 然后大家就分据 首先那个黄 你敢第一个是不是 我不知道这什么套路 你想看看情况是不是 平常还套第一 我也这么觉得 那接下来在这一论 要配合演出的 就是您喜欢的麦姿燕 下面的王子甲 小麦同学为什么松了一口气 好 来 加油啊 请看第一题是什么 你的女友跟你说 你真厉害呢 喜欢你的人真多 你会说 好 这是题目啊 来 接下来进入到情景剧的表演 你的女友跟你说 你真厉害呢 喜欢你的人可真多 你会说 喜欢我的人多了 你算老几 你什么 你切死我了 情商极低 再来 再来 要对我们负责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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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的人要打分的 对不起 对不起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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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这张脸 朋友们 不要吹牛 是不是喜欢你的人多了 吹什么牛啊 吹什么 好 再来 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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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我们海涛再一个机会 就是光想说这样句台词 对 你的女友跟你说 你真厉害呢 喜欢你的人真多呀 你会说 但是我的心里只有你 抓起来 好表情 麦子姐 你刚才是偶了一大 我都怕得 我比较喜欢你第一个 对 第一个更好一点 不要相信他们 维加说第一个好一点 因为他是敌方 我喜欢你第二个 后着夹 但是我喜欢第一个 好 这是我们第一位 海涛的表现 因为他是第一个的 那个主场 所以大家 那个多多担待 下面是我们赵琳 来 八王爷 上 加油 加油 赵琳 我紧张了 来 你的女友跟你说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喜欢你的人可真多 你会说 嗯 是的 还没说完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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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机会 没有 两次机会 没有 两次机会 我还没说出来 是的 这已经最精彩了 是的 无论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 好看的 不好看的 福田之下 只有一个特别可爱的 我只想要 我愿怀 海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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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想说的 我呀 喜欢我的人都 好 我觉得OK的 赵琳有一种 青涩的那种动员 初恋的感觉 很棒 好 来 下面到我们 你说也奇怪了 她也是这么说的 她听得也舒服一些 是吧 没事 没事 你有你的风格 好 到东东 来 加油 喜欢我的人多了去 每个都上来吹牛 好 开始 你的女友跟你说 你真厉害呢 喜欢你的人可真多 你会说 喜欢我的人是很多 可是没有人爱我 你愿意爱我 哇 哇塞 哇塞 哇 既然用了一个白色 哎呀 很厉害 而且重点是 重点是 非常的轻巧 一点不做作 香蕉还是老的 香蕉还是老的 是不是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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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真的 好好好 你到底有经验 有抓住 喜欢我的人多了气 有抓住 喜欢和爱的不同的 好 前辈 好 各位歌手 王嘉尔 来 你怎么又长高了 哈哈哈哈 好 开始 你的女友跟你说 你真厉害呢 喜欢你的人可太多了 我知道 但是 喜欢我的人多 不喜欢我的人也很多啊 啊 才去看电影呗 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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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乱了吧 居然还是 感觉出一种正能量 哈哈 居然是辆电瓶车 感觉到了吧 好 那么我们的五位女生 先选择 再说理由 好不好 来 请选择 三比二 有三位选择了四号 王嘉尔 有两位选择了 三号的陈学东 好 等会儿等会儿 不说好了 这个题不看脸吗 要是这样我就没法玩了 不要这样 我帮你问问 为什么麦自燕选择了 王嘉尔没有选择你 好不好 好 来我们听听麦自燕选择 王嘉尔的原因 是这样的 我特别喜欢海涛那种套路 我觉得脑洞特别新奇 结果我没想到 王嘉尔比他玩得还新奇 我就选了王嘉尔 再加上王嘉尔很帅 对不对 好 那麦自燕 还不如不问呢 麦自燕 如果选到第几个 你有可能会选到一号选手 四号 我第二个的时候就已经决定 要鉴定一号了 我多玩就论吧 其实指甲是最有发安全的 因为四个都是在跟你搭档嘛 所以最后选择 大家有互动 对不对 好 OK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第一组的这个表现 最后呢 是王嘉尔高比分 为我们这个市场部赢得了一分 厉害 第二轮市场部派出吴磊 陈飞宇对战企划铺为家 陈学东 老兽组合能碰撞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 又有 又有 来 请 为什么我要轮轴转呢 我好累 因为你强 不是 我 你没发现我这一期特别不强吗 我已经收收敛了我的那个光芒 那你就在第一个吧 先让你光芒绽放一下 我们有请我们的配合女生吴欣同学有请 好 来 我们来看看这道题是什么 请看大屏幕 你约会迟到 女生等了三十分钟 她不耐烦地说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你会说 OK 好 第一位陈学东同学请就位 好究竟你们喜欢哪样的说 还在问的 来 开始 你约会迟到 女生等了三十分钟 她不耐烦地说 不是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你会说 妈 你怎么来那么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从哪来的呀 不能太早到 早到的话会给我们有压力的 早到和迟到是一样的都不好 你只能叫我妈吗 哈哈哈哈 好 我很喜欢她这个回答 你怎么来这么早 挺有趣的啊 好 接下来各位 这个 段子王 街梗王 回家爷爷来了 哈哈 爷爷 好 我们来看看 开始 你约会迟到 女生等了三十分钟 她不耐烦地说 不是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你会说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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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主办方 主办方 这轮是攻击我的是吧 不信多玩这个 这个呗 这不是一个表白环节吗 好 换一个 换一个 来 再一个 细节你要爱得到 再一个 再一个 太套路了 好 再来 不是 你怎么等这么久才来啊 不是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不是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啊 哈哈哈哈 气的 排词都这么气的 好 来 回家接着 你会说 对不起 我错了 你看我狠 狠树打你都接受不了 为什么 我觉得该跪下了可能 你还是比较 誓言少年那个 你看他又不能接受我认真 不是 你这样一认真 我就觉得后面 你肯定还跟了一句你没说完 你肯定没说完 你肯定没说完 真的就是错了 你肯定后面还有一句 女生做什么都对的 男生都得认真 不是 你还没认真 你还没认真 错了 我们分手吧 等着大的来了 我就说 我就说 我错了 能来就不错了 单压 单压 我错了 能来就不错了 下面到 小蕾 来 我们欢迎吴蕾 三秒 不是 不是 来 来 来 好 女约会迟到 女生等了三十分钟 她不耐烦地说 不是 你怎么 你怎么让我等这么久 你才来呀 你会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是因为一点 非常急的事情 所以耽误了 原谅我 你等我三十分钟 以后我等你一辈子 好 谢谢吴蕾 好 各位请站好 我们看看我们的五位评审 到底会选谁呢 这一轮 吴蕾凭借真诚走心的回答 维家获得三票 维家获得两票 岁月的套路 来问一下好吧 我们来问一下大牛 大牛 大牛选的维家的原因是 我觉得很好笑 什么 不是 是这种 他跟你对完话以后 你就有点生气不起来的感觉 很好笑 然后 你选了个笑话 这种非常老成的套路的感觉 我认真的给他一个诗意 我给我看到 维家真诚地给了大牛一个飞吻 大牛大笑 麦姿燕同学 不是 我 我真实生活中的男朋友 完全就是佳哥这种人 所以我想尝到一种温暖 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生活当中被怼惯了 这都是理想当中的 现实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逃避现实 好 第三轮 我们赢了吗两句 赢了 赢了 没有 第三轮 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想看看大家的表现 第三轮 市场部一直派出海涛 王嘉尔 对战企划部里线 行昭林 连书两局的企划部 能翻回一城吗 好 我们有请 辛莫 来 辛莫来配合演出 最后这一轮了 我们看这道题是什么 来 各位请看大屏幕 你暗恋的女生跟你说 我喜欢隔壁班的小芳 我要向她表白 你会说 维家说她有答案了 来 我来跟你配 我来跟你配 我好喜欢隔壁班的小芳 我要去跟她表白 来 我好方 岁月的套路 好 我们忘记这些岁月的套路 不要笑我 来看看我们 大牛你行不行 对 小和珅的回答 来 请开始 你暗恋的女生跟你说 你暗恋的女生跟你说 我好喜欢隔壁班的小芳 我想跟她表白 你会说 好 我陪你去 成了 我为你高兴 不成 我为我自己高兴 我爱你就是为你高兴 厉害了 你看 为你打抗 真的可以 我觉得后面的三位应该 后面都不用了 加油 好了 来 不是 四票 怎么了 赵琳 我刚刚在她说之前 我跟她想的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然后我现在有点懵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你用我那一句 我好慌 我也很远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让海涛哥 对 海涛你先变一句 你勇敢一点真的 因为我也没想好 加油 赵丽 来 请开始 您暗恋的女生跟你说 我特别喜欢隔壁班的小芳 我向她表白 你会说 是的 我也喜欢 因为你喜欢的我都喜欢 表白 杰忠 哇 这一次 这一次企划部 企划部气势如红啊 我们企划部这两位少年绝了 王嘉尔 来 搁手上 你 你怎么又高了 你暗恋的女生跟你说 我特别喜欢隔壁班的小芳 我要向她表白 你会说 岂有此理 我哪比她不好了 说 说 他比你 别 别说了 我就是小芳 那 你是吧 我可以坐着你的车走吗 报警 好 谢谢 好 来 最后一位 哈桃来了 还有小芳 还有小芳 哈桃来了 来了 开始 我怎么有点担心了 别怕 星沫 你暗恋的女生跟你说 海涛 我喜欢隔壁班的小芳 我要跟她表白啊 你会说 我就是小芳 我就是小芳 非常地精彩 四个都非常精彩 好 凭你们女生的直觉 凭举 海涛跟那个 跟县县 李县县都有两票 我们先从投给王嘉尔 这一票的指甲来开始 好不好 指甲 你很特别啊 你这个投票 为什么 就毕竟有过一段单车情缘 等会儿 连续剧啊 连载啊 好 你看女生的个性 还是很不一样 好 下面我们问一下 星沫 选择海涛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经历完海涛之后 前面两位说的什么 我不记得了 吓忘了 然后其次就是 因为我喜欢小芳 如果她就是小芳 那我就喜欢她 她的小芳长什么样 你的脑洞太大了 没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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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大牛选的是李县 其实我本来一号二号在纠结 就说的都很爷们 然后也都说的就是 比较相似 我说的娘在哪 因为我上一轮 已经选过一个好笑的了 这一轮可以换一下 你只有一个名额 然后大牛你就选就选 这人不要再重伤上一头 然后我就选了献哥 OK 好 所以最后是我们3比1获胜 耶 经过三轮情商测试 何老师带领的市场部 获得赢得对方股份的机会 拿股份了 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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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两轮股份争夺战中 市场部选择夺走无星的股份 企划部选择夺走陈飞宇的股份 两人股份均为15% 现在场上股份持平 而本轮 自由获胜的市场部 获得提问机会 加哥的是不是比我多 不是 在第一轮中 以赢无垒的股份为10% 我们现在就是要在 市场部将在陈学东 李县 行招林中进行挑选 市场部决定 麻烦让一下 五分也是分嘛 市场部获得5%的股份 现在场上比分为 下一轮都赢 我们几乎就没输过 所以肯定赢了 假的几乎没输过 我们就比了三分 好 没问题 最后一轮呢 我们要进入到品位方面的比拼 我们请出这一轮 我们的品位世界钢琴大师 朗朗 还有一位非常可爱的 钢琴小神童李俊杰 嗨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朗朗和东东 为我们合作一曲迷迭香 欢迎他们两位 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欢迎朗朗和东东 为我们合作一曲迷迭香 欢迎他们两位 谢谢 谢谢 在我发现 一样 不过 下来呢 寝一下 我发现 这装 再有三枪 衣裂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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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几位我的老朋友们一人一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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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呢是这个我的这个启蒙教材 好像你整个的故事是有点像在世界巡游 对对对对 然后带着钢琴在不断地练习 所以希望就是所有朋友们都能高兴地学习钢琴 好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琴呢 是可以那个我们跟着它一起来练习的好不好 对 现在有个琴特别好玩 一会儿你们会看到 来 我们把那个琴拿上来吧 好不好 好 我们请朗朗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琴 这个钢琴是一个智能钢琴 那么好玩的东西呢就是说 就每个琴键上面都有个灯 就像玩什么节奏大师啊 直接就是把钢琴就学出来了 我们这里面下了几个曲子 我们先试一下东东的这个曲子好不好 那个《不再见》 你跟赵琳一起合作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一起 也只爱失眠 再回到你身边 不够 大家看到那个蓝色的亮的灯 他两只手 然后我的那个灯亮了在他手中间 我过不去 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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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所以张宁你是不会弹琴的是不是 我是不会弹钢琴的 我也不会 对 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东西 这个是对天发誓完全不会 一点也不会 这个我带走了 谢谢 好了 这个只是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现在先进的手段来 教大家更快地学会钢琴 但其实今天真正的比拼很难 危险你弹吗 游戏规则 每对五人参加 根据给出的童谣 一人负责演唱和指挥 两人负责打鸡乐 两人负责钢琴的八个音符键 六四之内完成 几位成功 由朗朗和对方队长一起担任评审 如果两队都完成 则次数少的队友获胜 接下来是乐队表演 首先请出市场部的朋友们 他们将为大家带来一首葫芦娃 市场部要合作完成的 是国产动画中的经典之作 葫芦娃 他们的分工如下 何老师负责指挥和演唱 大家 我用这个代表 你就要打一下 看我这个腿 然后涛涛 这个代表打鼓 好吧 音符的部分 由你们来自己来背 如果实在不记得 我用这个手来表示 好吧 海涛负责把握整体节奏的鼓 这个预备开始的时候 我还要这样 非常好 OK 可是似乎情况令人担忧呢 这个 什么意思 是这样 你看上面那个鼓 第三排是不是有鼓 看见没有 这里有鼓 这打的差的就是你的拍子 哪差的 不是freestyle是吗 当然不是 是圆圈打还是差的 差 不是叉打是打叉 别打叉了 王家尔负责场 作为一位专业歌手 又有着荷尔蒙多年的默契 相信一定没有问题的 吴磊和陈飞宇负责钢琴 练习的过程 看起来非常的流畅 可是 跪下来了吗 没有 究竟谱子拿走后 市场不会演奏出 怎样的效果呢 市场部第一次挑战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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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工作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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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换 你明明有个音飞了 没关系 我们第一句已经完美了 第一句完美了 有一个小音跑了 对 我们竞争取第二句 今天闯过去 好不好 可以可以 来 市场步第二遍 开始 开始 大家我用这个代表你就要打一下 哎呀 我刚才一兴奋多多了一下脚 王家尔非常好 王家尔非常好 海涛也不错 海涛也不错 不是 杨老师 你刚才你刚才是 你是这么指我 我是 你们忘了一件事情 指挥的人还要唱 你忙死 他们都能记住 你能不能到那个 就是鼓的时候就比如说 虎湖 一脚一奥 然后 胡娜娃属狗啊 对 不是 快就是 胡娜嗨嗨大叫啊 或者 胡鲁娃 是 哈哈哈 你只有这个 你现在确定是挥手还是 跳 反正这个鹰望就是你 因为我有的时候 我还要管嘴 还要管那个嘴 现在唯一就是 这两个宝贝 我完全不用管了 太好了 好不好 是你管不了 你不要歪曲事实 我们这两个宝贝 不用你管 第三次 第三次 没问题 第三次 来 开始 来 准备 市场部的同仁们 第三次挑战 开始 来 准备 七朵 啊 风吹雨荡 走不踏 啦 啦啦啦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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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我混 你回去看这期节目 你会上中了鞋的哈利波特 你知道吗 就乱指 没事 最后一次机会了 方老师我觉得七 好像我不看你 跟你那节奏好像一样 能调柔一点 哈哈 来最后一次了 最后一次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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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布 加油 来 胡罗娃 胡罗娃 一根藤上七朵花 我会遇到 都不怕 啦啦 啦啦啦 你又没事 胡罗娃 胡罗娃 葩 雷 大 老师我们尽力了 老师 我们有一个亢奋型的鼓手 他不管我的 他在后面突然freestyle 但是我有个非常好的插手 每一棒都是完全按照我的那个 然后我有两个 我有两个天才的钢琴少年 没有一个音是错的 换回家他们对了 来 换你们 齐花不要挑战的是一首人人都会唱的经典童谣 小毛驴 朋友们 我们不是演奏胡罗娃啦 我们不是胡罗娃 我们是谁呀 小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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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毛驴会简单一点吧 今天的曲部没有一个是简单的 小毛驴 我有一只小毛驴 我从来也不清 我要唱一只小毛驴 小毛驴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唱一只小毛驴 我从来还也不清 要一天我高兴 我去看唱 啦啦啦啦 小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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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扰对手了 哈哈哈哈 来 拿捕暖身开始 他们的分工如下 维加负责指挥和演唱 吴馨 你就看我这样一来 你就打鼓好不好 李宪 你看我这样一来 你就打鼓好不好 中间两位就自求多福了 也是这样 李宪 吴馨 分别负责鼓和茶 陈学东和行招林 负责钢琴情建 吸取了市场部的经验 启发部似乎一开始 就非常进入状况 这不过 感觉他们这个驴太不开心了 他能否记住谱子呢 来自企划部的第一次尝试 我们祝他们好运于BB 开始 还没有开始 看指挥 对 毛驴尿卷 咱们俩看出归 别着急 看好了 好久不止了 好久不止 打鼓 第二次尝试 预备开始 你别说开始 我们能不能弄得有点激情 好 有点激情 来了 挺好了 来 准备 来 准备 我们一起驴叫一声好不好 就开始了 驴怎么叫 来了 3 2 1 预备走 走 我有一只小毛驴 我从来也不起 有一天 心里高兴 骑着去感情 来了 我手 你打 你打 这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是第一剧里面的freestyle style 都带我们 披面我 你真的 你的 我先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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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知道怎么 骷髅 骷髅 我摔了 非常好 非常好 他们真的算过关了 真的好 真的好 是真的好 大家也讨论了一下 就是考虑的各种因素 他们真的比我们强 我也觉得 我们听一下谈判 我没认识 我们听一下谈判的 朗朗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两队的表现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弄 真的非常难谈 非常难踩 我觉得这个市场部 这曲子稍微难了一点点 就感觉跳跃性比较大 是 老师我们的驴教 你们这次不用这个驴教 就应该算赢了 实在抱歉 有道理 因为虽然他们的曲子 比较有规律 但是确实配合得非常好 是 是 是 而且我觉得其实 现哥跟欣欣其实是把他们的鼓点背下来的 非常好 没关系 我们首先谢谢 谢谢朗朗 谢谢 谢谢俊杰 感谢你们来 我们祝朗朗早日康复好不好 好 最珍贵的一个左手 我们希望她早日康复好不好 再一次谢谢朗朗 谢谢俊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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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将会是企划部最后一次来拿走我们的股权 是的 而最后这个结果将决定哪个部门将会得到经营权 而今天真的会有一个百货公司送到各位的手里 所以呢我们 真的吗 真的 待会就可以看到了 在前三轮激烈的股份争夺下 现在场上情况为市场部拥有55%的股份 企划部拥有45%的股份 企划部只需获得多于5%的股份 便能获得最终胜利 他们能抓住最后提问的机会 一举获胜吗 何老师的股份有比我的股份多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不要贪心 我们只要赢过高于5分就行了 所以10分以上的任务要拿来我们都赢了 我们要问一个概念 何老师 好 来问 来问 何老师的分数是不是比佳哥高 不是 笃定何老师拥有高股份的企划部 在获得意外的答案后陷入混乱 不是你 20 不是你 现在我们向观众公开市场部股份分配 一起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看企划部会如何选择吧 那还剩谁了呀 老师跟 家家的 还有无垒的 我们就拿无垒了吧 陈学东凭借直觉 选择无垒10%的股份 企划部会就此获胜吗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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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已经排出了吗 他是零 他倒已经没了 然后他也不 王家二 王家二吧 王家二 我们赌个大的 好 来吧来吧 王家二的 王家二好 那真的拿得了吗 好 要不就王家二 平均 所以海涛不是零吗 所以无垒的是二十吗 还是海涛是二十 海涛是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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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一切的起因就在于从未问过 却坚信海涛股份为零的企划部 我觉得海涛肯定就是低的 海涛是零 我觉得有可能是零 海涛已经排出了嘛 海涛已经排出了嘛 海涛已经没了 对吧 是在骗我们啊 对啊 一种成年人的套路 哈哈 哈哈哈哈 提醒您下期看点 他看起来很有趣 第四单 迈克 黄生 熊子棋 趣味上线 毛晓彤 芳华四角一起展开探索 秀彩度他们激流勇静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 势必得尬起来 东西到东西到 哇 不行我再来一个很可能失误 因为我十年没有做过 中间是不用手 哇 哇 揭秘购物车他们竟是任性买手 低梁增高佳 哈哈哈 高佳两块五等等运飞要八块 这个是个傻子 自产自销的一个现箱文雅的人 第二样东西他买了一个遥控的放屁机 这个不是 我也觉得 你看这这么内敛的人你喜欢玩真的啊 高清的摄影的云头 你看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防护自己的 麦克的脸色非常凝重啊 挑战神回复他们的情趣 你懂吗 做了一张女生的照片 这很简 这是你逼我说的啊 毁头给我发我的 他说他想看他又不敢扯 这不是个手机 这也是说不几手机 哈哈哈哈 亲爱的我把你最心爱的东西打碎了 东西弄坏了先不管 你把我心爱的女人弄哭了 这笔账怎么算 有女孩 平常忙于工作我能控料 哈哈 民间高手来斗去其乐无穷 我们要用化妆间的一些工具做一桌丰富的菜 what 挂孕机里面吃个过焦鱼头 这个要 这个不敢相信自己在干嘛 这个要 哈哈 哈哈哈哈 一半三四五六七左右左右做 如果 你 给了个口诀 四方位 防守推 哎 天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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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有趣 有才艺 下周六晚等你下单 那这样好了 这样平局的话 我们每边推选两个人 得到这个乐高版的版本 好不好 来大家拿走吧好不好 来 谢谢大家